也好,欢迎您步入MAT学院的包头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我将为您解析 包头网站开发实例,用户注册与登录 主要解析的模块有 验证码的实现,注册与实现 登录模块的实现,以及新建考试模块的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验证码模块的实现 一般来说,在用户注册与登录这个模块中 都需要使用验证码 在网站当中,使用验证码的目的是防止用户被暴力破解 验证码的实现方法,需要使用Python的第三方库来实现 这个第三方库就是Pillow 验证码的实现功能主要是 第一步生成图片发给浏览器进行显示 并且将生成验证码的文本保存在Cookie当中 共验证 当网站需要验证码功能时 在浏览器端显示的图片验证码 由用户输入文本 并且需要验证时 将用户输入的文本与保存在Cookie当中的文本进行比较 如果匹配,那么就说明验证码验证通过 当然,由于Botl本身不具有绘画功能 所以验证文本我们临时保存在Cookie当中 如果你为Botl这个Web开发框架 拓展了绘画功能 或者使用了相关的绘画插件 此时,我们应该将验证码文本保存在服务器端的绘画中 这样呢,更安全,更可靠 下面我们具体来看 验证码这个模块的实现代码 我们将验证码的这个模块的程序 放在Tools模块当中的Worify Generate这个应用程序中 首先,我们在Pillow这个模块当中导入相应的模块 然后,定义了GetText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首先定义了一个Text的变量 是一个列表类型 用于保存后面生成的字符 然后,我们用一个循环两次的For循环 调用了Random模块当中的这个函数 来随机生成一个数字,一个字母 这样呢,循环两次以后 就会生成两个数字,两个字母 保存在Text这个列表当中 紧接着,我们用Random这个模块当中的函数 来对Text列表当中的字符进行乱序 最后呢,我们将Text这个列表当中的字符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字符串,并且呢,返回 GetColor这个函数,它的定义目的是 生成一个随机的颜色 MacNoise这个函数定义的目的是为了在验证码图片上 规制三根线条,以及呢,规制一些点 这样呢,起到干扰图片的作用 最后,我们定义的函数是GetVorified 它的目的就是生成验证码 我们来看,首先我们就要用 黑漏模块当中的Imaginate来生成一个新的图片 这个图片的大小我们指定为80,50 它的颜色模式为RGB模式,背景的颜色为白色 然后我们获取一个这个图片A的绘制对象 并接着我们用MyFont来获取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的大小呢,是20 字体的文件是我们指定的字体文件 所以这个字体文件呢,我们可以从Windows或其他系统中 考入这些PTF的这些字体文件 并接着,我们调用GetText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上面定义的这个函数 来获取一个四个由两个字母两个处字构成的一个字符串 并且呢,使用这对象 在图片上绘制这个文本 这是实时,就是指绘制文本的70位置 然后呢,指定它的字体,以及文本的颜色为绿色 接着我们在这个验证码图片上绘制一些干扰信息 也就是这里面定义的绘制三根线 以及呢,多个点 最后我们首先生成一个内存当中的文件 要用Image这个对象的赛物方法 将这个文件保存到这个F当中 然后呢,返回这个文件 并且呢,将字符串文本一起返回 这就是Tools模块当中的VerifyGenerate这个程序 它主要目的是用来生成验证码图片 以及生成验证码的文本 其最主要需要调用的函数就是GetVerify这个函数 返回的是图片以及文本 下面我们来看如何在主程序当中使用这个函数 也就是使用验证码 生成验证码我们在主程序当中是这样实现的 在主程序中我们找到生成验证码的这个URL定义 第89行开始就是一个生成验证码的URL的定义 它的URL地址为Verify 然后在业务函数中直接调用GetVerify这个函数 也就是Tools这个模块当中的我们刚刚定义的这里面的函数 然后返回的是图片以及文本 紧接着我们用Response.setCookie来设置这个文本 也就是验证码文本 把它放到Cookie当中 然后呢返回这个图片 这个返回的图片就会在浏览器端进行显示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程序 首先启动命令T14 进入了对应的目录 然后运行这个程序 这个网站服务器程序我们是manage5.py 当这个程序运行起来以后 我们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这里的URL地址为Verify 但是我们不能在浏览器中直接输入这个地址以访问 还应该将它放在HTML标签的Image标签当中的 那个SRC当中去 所以我们不能直接访问这个地址来获取验证码 而这个验证码呢 已经将它应用在这个index里面去了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一行HTML代码 它就是一个Image标签里面呢 放了这个Verify这个URL地址 所以呢我们访问index这个页面 也就是这个网站的主页面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 实际上呢我们生成了验证码的图片 这就是验证码模块的实现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注册模块的实现 在我们开发的这个案例中 其实现方法如图 首先在这个业务函数中 我们实现了对get请求和post的请求 同时进行处理的方法 那么当访问这个URL 也就是注册URL的时候 如果是get请求 我们呢返回注册表单 也就是让用户填写注册的相关信息 比如用户名密码等等 那么返回注册表单以后 如果用户填写了相关的信息 单击提交按钮以后 就会呢再次返回访问这个地址 但是呢此时访问的请求方法为post 这时候会进行注册教验 就是获取用户所填写的注册信息 并进行教验 如果教验成功 也就是代表注册成功 此时呢会保存用户注册的相关信息 转向呢 首先如果验证注册失败 那么此时呢就会返回注册表单 再次呢让用户进行注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程序的代码 这个程序代码 我们放在了manage5.py这个程序文件中 首先我们找到注册这个地址的业务函数 所以第59行代码开始 就是这个注册的这个模块 在业务函数中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请求方法是get 也就是request这个对象的method 它的值为get的时候 这时候很简单 就是直接呢获取注册成功与否的相关信息 或者说提示信息 然后呢直接返回这个模板 也就是signup就是注册这个模板当中的内容 这个注册模板内容呢很简单 其实呢就是一个公用户填写的form 这个表单呢主要是 一个是填写姓名 还有呢填写两次密码 就是第一次密码和第二次密码进行验证 防止用户呢输出错密码 然后呢是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我们可以看到 仍然是html这个标签当中 image标签里面使用src 这就是注册模板的网页 如果用户通过填写注册信息 发出post的请求 可是仍然由这个函数来进行处理 首先我们将提示信息指为空 然后获取保存在cookie当中的这个验证码 并且呢将cookie当中的验证码支为空 那么它的意义就是这个验证码只能使用一次 如果用户重复提交 则是验证码会教验失败 紧接着对验证码进行教验 如果教验成功 那么只是呢我们获取用户名 以及用户填写这两次的密码 并且呢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相关的教验和处理 如果用户名有了密码是正确的 也就是两次密码是匹配的 那么此时呢我们新建一个这个修码的对象 然后呢将这个用户名以及密码保存起来 保存完以后呢我们再设置cookie 也就是将用户的相关信息设置在cookie当中 这样呢用一标志用户已经是登录过的 然后呢将它转向首页 所以这里的stu这个对象 我们是在后台里面的 也就是数据库对象里面 进行定义的 这个呢主要体现在cb这个程序当中 在这个程序当中呢 实际上我们已经实现了 在前提当中所需要的 很多数据库查询 以及处理的相关功能 这里第一个类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所以这地方就不介绍了 然后呢我们定义了一个初始化数据库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是用于创建一些初始化的脚隔 然后呢插入一个默认的超级运户 然后是exam name 也就是定义考试的名称 紧接着是一个分数 就是用于将用户的分数 保存入数据库 或者呢查询货的分数 然后是学员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我们用于注册 以及登录查询相关数据库 最后我们定义了一个初始化数据库的函数 这就是cb这个数据库模块 那么我们在业务函数中 当需要访问 或者是使用数据库当中的信息时 就直接调用cb这个程序当中的相应类 然后呢访问它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程序的运行效果 也就是我们在首页中 只要单击注册这个链接就可以 进入了注册的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中可以填写姓名 密码 验证码 比如我们随便填一个 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登录是成功的 也就是呢进入了走页 并且呢显示出用户名为qiz 下面我们接着看 如何实现登录模块 登录模块 也是由一个业务函数来完成的 在这个业务函数中 同时实现了对get和post 这两个方法的处理 当业务函数受到get的请求时 就通过cookie当中 是否包含相关信息 来探知这个用户是否登录 如果没有登录呢 就返回登录与注册的提示 并且呢显示 未登录用户可浏览的相关信息 如果已经登录呢 就返回登录的用户名 登录后可浏览的信息 以及呢相关的功能 当用户填写相关的登录信息 并且呢提交的时候 此时候呢再次访问这个主页 并且呢请求方法为post 此时呢我们对用户填写的登录信息 进行调验 登录成功 那么就进入登录成功的主页 失败呢就进入未登录的页面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记者代码 主页的代码 都要在第19行开始的这个程序中 在这个业务函数 index当中 首先获取了考试的这个信息 也就是有哪些考试 然后如果是get请求 我们就在cookie当中来获取 用户名 ID 以及用户类型 这时候将这些变量 全部穿入这个模板函数中 我们来看一下首页这个模板 在首页模板中 首先它继承了base这个模板 base模板呢 就是html的基本页面结构 然后ifname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cookie当中 存有用户名 那么此时呢 后面用户是已经登录了 那么我们就显示 其次的相关信息 然后呢 给它一个退出的这个链接 这就是对于已登录用户的 显示信息 如果未登录用户 此时就显示一个注册链接 以及登录的表单 并且呢 还要显示变证码 下面如果用户已经登录 并且呢 用户类型为超级用户 此时呢 我们要显示相关的管理功能菜单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显示了管理功能 最后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那么呢 就显示系统的基本简介 下面我们在浏览器中 看一下主页的基本内容 这就是用户未登录的状态 当用户登录时 比如我一超级用户登录 可以看到 这就是超级用户登录时 显示的内容 包括新建考试 以及成绩录入 这是对get请求的处理 那么如果在这个业务函数中 收到了pust的请求 此时呢 就相当于登录过程 也就是过去见证码 并且呢 将见证码制空 对见证码进行校验 校验成功 此时呢 调用stu这个类新建它 并且呢 使用stu类的这个方法 来校验是否已经登录 如果登录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设置cookie 并且呢 将获得的一些变量 再次传给这个模板当中 也就是利用这个index当中的模板 来显示相关的处理信息 最后我们看一下 如何注销 也就是退出 退出登录呢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在用户端 进行cookie 进行设置 也就是将所有的cookie 进行删除 就可以了 这里面我们主要删除到cookie 就是保存用户相关的 登录信息的name id 以及user type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新建考试这个模块的实现方法 新建考试这个模块 也就是在get请求时 提供表单 供用户录入考试信息 在post的请求时 对考试信息进行验证 存入数据库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进行效果 我们点新建考试这个链接 这里面填写考试的名称 我们这里面随便填一个 考试科目 要指定考试科目 比如说为 单击新建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从这地方可以看到 新建考试已经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那么这个代码呢 只要在 第95行开始的 在业务函数 add exam当中 首先 对于get请求 那么这就是get请求 返回的呢 就是直接填写了表单 如果是post的请求 此时呢 就将用户填写的相关信息 举得 举得了考试的名称 以及考试的所有科目 然后呢 对考试的名称和科目进行处理 并且呢 将它保存到数据库中 由于这个功能 只能由超级用户具有 所以在这个业务函数的一开始 对用户进行验证 如果用户类型合适的话 才能够显示相关的表单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用redirect来转向主页 也就是呢 用户不能够进行新建考试 这个案例解析就到这里 对用户类型合适合